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孩子 我叫他孩子是不對的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中文英文一起讀 我覺得應該有 他就是在網路上很紅的一個人 看起來像這個小朋友一樣 可是他其實並不是小朋友 他已經是一個20歲的青年了 OK 那為什麼他是長這個樣子呢 就他有一些病症或之類的 那總之他很有名啦 所以我們今天做一集來介紹他一下下 他的名字就是說 Hezbollah OK 那他其實是俄羅斯人這樣子 所以他的年齡到底是什麼呢 那他的這個 到底他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以及為什麼要 就他的身高是很需要欠人 很需要解釋的 好 所以他們還叫他Mini Khabib 這Khabib好像就是很厲害的一個 MMA的一個戰士 一個fighter這樣子 但anyway 所以他是一個網路上很有名的人 So he became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online personality 所以personality 我們講過這個詞 並不見得一定是講個性 他也可以表達是有名的人 所以他成為網路上最有名的人之一了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解釋 所以他可能是很矮小 可是他卻是有一個網路上很多follower的一個人 所以 While he may be small in stature Hezbollah boasts a huge online fame base with over 8.5 million followers on Instagram 所以這裡面有兩個字可以講 雖然說他可能是矮小 所以你那個身材的部分 所以你的這個 當然我們講height是身高 OK 可是有一個詞叫做stature 好 看過posture這個詞 posture是姿態 OK 好你擺姿勢 你的posture 我們說你不要一天到晚坐著 坐著的時候你要改改坐姿 否則的話你可能有一些肌肉會比較弱化掉或之類的 So you should change your posture when you are sitting down for a long time Right the posture是這個身上的姿態 那gesture是手勢 那多一個字叫做stature 為什麼三個方一起介紹 因為都是chur結尾 所以stature就是你的身形體態 OK 就是一個身高然後可能高矮胖瘦的那個概念 stature 所以他有一個比較small的stature So while he may be small in stature hezbollah boasts boast這個詞 一般我們理解叫做 就是臭屁或之類的 夸耀或之類的 但這裡我覺得翻譯成夸耀也怪怪的 總之他就是 很了不起的擁有這麼多的fembase 這麼大的一個fembase hebosts hebosts a huge online fanbase 總共有800多萬 850萬個follower 在instagram上面 好然後呢他就 有了錢 可以出國到處旅遊 然後就生產出新的內容 來這樣子 所以他也就算是一個content creator 也就是了 所以他跑到了這個 Australia 或什麼其他的一些地方 他實際上來自一個 I come from a tiny town in Russia OK 所以真的是俄羅斯人 然後你看長這個樣子 這個他的樣貌 應該大家是熟悉的 我認為啦真的 好 所以他from 這地名我還真念不出來 Makhchikala 連他的國名我都說不太出來 Dajustan Dajustan 所以有很多史坦結尾的國家名 例如說Kurjistan Wuzbakhistan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邊有個國家 似乎叫做Dajustan 還是之類的 我應該有念錯 很不好意思 So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所以他是俄羅斯聯邦的其中一個國家 還是之類的這樣 He rose to internet stardom in 2020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所以他是在這個 Covid的期間 知名有名起來的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叫做Rise to stardom 所以你是崛起Rise to 然後加一個名詞 Star不就是明星嗎 加一個DOM 變成另外一個名詞 我們知道King跟Kingdom 對不對 國王 國王統治著王國 對不對 無聊叫Bore 他的名詞呢 不是Boringness 我還真聽過一個學生以為 Boring加個Nus No Boredom OK Boredom Anyway Boredom好像也的確是一個字 我一直不一樣 所以STAR這個字可以 Stardom 就變成有名了這樣子 OK 所以他其實在TikTok開始了這樣子 然後呢 他有些什麼問題啊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這邊有提到說 他事實上常常跟這個UFC是合在一起的這樣子 因為總之他被一個那個世界冠軍 就這個 這個叫Khabib 很多人說他是 格鬥史上最厲害的一個人 這樣子 但我們不討論 好所以呢 他事實上 總之就是不高 那不高呢 為什麼 所以 這邊看一下 這邊在講的還是他跟Khabib的這些東西 那這裡有一個 OK So he suffers from a debilitating condition that makes him abnormally short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Debilitate 就是 基本上 把一個人變殘 OK 所以Debilitate 殘就殘廢 我們講說你把誰有完殘了或之類的 Debilitate 所以這是一個動詞 多半用成形容詞就是 所以他有這麼一個Debilitating condition 使著他 就是不尋常的哀笑 所以這個normal這個字是正常 那前面加一個ab abnormal 就是不正常 還有一個字也是講說不正常 就異常 我們叫他anomaly 這個字是託福字 託福亞子字 所以你都要會 OK 那或許你可以都在裡面看 我覺得這個 我現在講這個可能有點bullshit 但總之 我會覺得這裡面長蠻像的 你要降機或許也可以 可是我希望你看得到 後面最後這個是少了一個R的就是 好總之 正常不正常以及 有點異常這樣子 anomaly OK anomaly 那不管回來這裡是 debilitating so he suffers from a debilitating condition 使得他 that makes him abnormally short 可是他卻 非常的有自信 然後他又很有魅力這樣子 所以這造成他很有名 so yet he embodies confidence and charm which has added to his fame OK 所以 embody這個字就是具體化 所以他具體化了自信跟魅力這回事 所以 embody這個字我認為是很酷的一個字 body是身體 前面加一個em 就是讓一個東西變得有身體了 所以翻譯成具體化還不錯 so he embodies confidence 自信 charm 魅力 這樣子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虔誠的穆斯林 so he is also a deviled Muslim OK 好 所以這個 devil這個字 一般就理解為是很虔誠的 這樣子 OK 好 所以 講到這裡好像差不多了 OK 那後面還講到一些什麼其他的 好 他的這個 到底 到底 他的 medical conditions 他的medical conditions 是怎麼稱呼他 他其實就是侏儒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裡看一下 所以他的unusual feature 好比說他的very short height 他大概100公分而已 a cost by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所以就生長荷爾蒙的缺乏 或者就稱為注入症這樣子 矮人症 是不是矮人症注入症 同一個詞嗎 中文好像比較沒什麼歧視的意思 可是 好 我們這裡講兩個字 就dwarfism dwarf這個字 沒有歧視 沒有歧視 但你如果講說midge這個字 就不OK了 我覺得我都應該把它刪掉 因為留在YouTube上 可能就會被認為是歧視也不一定 所以midge這個字不可以 好 所以這是一個歧視的字 那你說要怎麼樣可以不歧視人家 你可以把人家講成little people 真的我們要跟你胡亂 就叫little people 但是dwarf這個字可以說 諸如症 因為他的確是一個病的名稱 所以dwarf這個字沒問題 甚至我們把dwarf這個字常用成動詞 就如果說今天是xdwarf's y 好所以你看得出來 這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幾乎動詞而已 xdwarf的y 什麼意思啊 就是x讓y看起來變侏儒了 簡單的說 OK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台北101是 曾經一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後來被杜拜的一個什麼什麼塔幹掉了對不對 所以那個塔是不是那個khalifa還什麼鬼 我有時候記不起來 所以杜拜那個塔 就dwarf了台北101 所以這個用法應該不會很困難 OK 好所以他罹患的叫做dwarfism 這樣子 所以才會這麼小字 說穿了這個也沒什麼了不起 你也猜得出來大概是 OK 好那他到底幾歲 所以這個報導好像是去年的 所以其實現在他大概是 大概已經21了這樣 欸不對喔 2023應該是20歲 so the young russian is thought to be around 20 years old as of 2023 but his exact date of birth is unknown 實際的年齡不知道 但大概是這樣子 OK 據說在03年生出來的 好那他總之身高大概就是100公分左右 大概就是3ft4 inches 3尺4這樣 好 介紹一下這個人了 好你對他有沒有更有熟悉一點呢 了解一點點 好但我們今天講了一些字 好啦到這裡差不多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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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